书友们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永不延弃 勾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重的 那么这个转折比较重的 这个这个永字啊 其实它有很多讲究的 横比不会太长 而且呢有点斜啊 有点斜也不能踩啊 也不能太平的 它是有点斜的 这个点呢是对准这个数笔的 数笔中心位置的啊 重心的不要偏了 撇比呢可以不用接住 那么这边呢要偏高一点 这个纳比一定要做到撇比和纳比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呢 不一定说它的高度一样 或者它倾斜角度一样 你要对比一下这两别给感觉呢 它是左右对称的 左右对称的啊 这个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呢 才能才能就是确保呢 每次都能写好 撇比下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稳一点 一定要稳一点 那么树比对准正中间 这个反纳啊 这个叫做反纳了 不叫点比了的角度呢 其实和这个撇比的角度呢 是差不多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个撇比呢 它定点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 横比的正中间的 这个垂路数 垂路数呢 也是在这一个横比的正中间的 我也写偏了 长度呢 也控制好这个 数比的长度 如果你写太短的话 那么这个步子啊 这个结构呢 就写扁了 它毕竟呢 它不是写小凯 不是写小凯 或者是写行书 乃至历书 历书的话就更变了 我看以前看那个中央小凯的时候 也是会把这个步子写小 当然如果他 如果现在我们在写一个凯书 唐凯的话 还是会就去平衡的 就是他 他的高度有多高 就要就是要适当一点 他的宽度呢 也是要适当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个协调性 收笔 笔齐笔重 有没有发现 这里重 这个这里呢 这里呢 突出 这边呢 也是突出 而且呢 这个收笔的时候呢 会重一点比奇笔 重很多是吧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颜色 这种平衡性 口字呢 不要写偏了 这个气字 气字 两个横笔呢 不要一样长 今后不要一样长 一样长的话就形成一个冲突了 而且呢 这个树笔呢 它比较直 比这边呢 还要偏下一点 上下关系呢 是很明了的 撇笔和树笔呢 也不能分得太开 它有一个宽度 也不能形成 也不能太窄了 这个适度呢 我反正在书法里面一直强调的 需要通过练习才能找到感觉的 有时候一两句说不清楚 这么说 永不延弃呢 我们对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呢 我们再见